大家好,我是贵国别老,迪哥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养贵过程中如何控制温差的一些办法 这个是黄源多棉的糖 黄源是偏鹿的,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泥土上面有一层稻草 大家可能看到了 其实这个稻草呢,它是没有发热作用的 这个东西,但是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说在气温出现大的变化的时候 它可以进行一定的阻挡 也就是说短时间的温差 也可以叫瞬间温差 瞬间把这个时间轴说得太短了 我们就说短时间的温差 就是说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 出现了很大的温差 其实对归是非常有风险的 这个主要的作用就是 比如说马上要降温了 气温已经降下来了 但是它的气温这么大的温差 它还没有很快的渗透到里面去 它进行一定的阻挡 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水龟的 这是一个欧折的糖 已经很久没有冻它了 上面的浮瓶已经长很厚了 然后那个毒水的筛子 我们也给它拔掉了 水位现在已经降到最低了 适合冬眠的一个水位 然后大家看一下中间什么都没有 夏天的时候我们中间会放上一些晒台 晒台是因为它要上了晒太阳 这个大家都知道 冬天的时候我们拿掉之后呢 就是避免乌龟爬出来了 形成那个水温和空气的温差较大 导致乌龟生病 大家要问了 冬眠它为什么会爬出来呢 这个也是存在个体 有的少数个体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啊 温度升高一点点的时候 它喜欢往外面爬一爬 然后这样一来呢 防止它跟空气的冷空气接触的话 它那个水体也比较大 它整体要出太阳的话 升温的话 它是要整体那个水面升温 降温的话也是整体一个水体 一个水体降温 所以说这样来说的话 它可以降低乌龟啊 出现这种短时间内 出现较大污差的情况 另外再建议一下 就是大家家养的话 水体大一点的话 它可以防止它那个温度啊 上下太快 再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水相对比较深的话 你说乌龟还需要透气 好是吧 那就可以弄上一个晒台 但是建议晒台不要出水面 可能如一个水面几厘米的样子 就是乌龟趴在上面 很轻松就能把头伸出来 换气的这样一个晒台 这样也可以避免它换气啊 什么的 爬出来啊 产生问差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 关注有问题的朋友 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